二战时,在日本本土上广岛长期两枚原子弹的爆炸可谓是震撼了世界,核武器的战略价值第一次公之于众,因而能够制造核武的原料油矿自然也成了除石油外的兵家必争之物。 无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只得守着本土为数不多的油矿资源,扣扣搜搜地进行着相关实验,还是直到近些年情况才出现了转机。 我国仁义地向纳米比亚捐助了4000吨大米,没想到2021年却因此收获了一座超级油矿。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为何要援助纳米比亚?那方难道只是因为一些大米便献出了珍贵的资源吗? 2016年初,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纳米比亚期间,中国宣布向纳米比亚提供4000吨大米的粮食援助,到2021年已全部执行完毕。 这大概是4000吨大米的出处。其实,中国政府对纳米比亚的援助远不止这些大米。 作为非洲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纳米比亚直到1990年才正式结束了被殖民的屈辱历史。 虽然纳米比亚建国晚,但中国政府的援助可一点都不晚。 1960年代初,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巧玛在领导独立运动的时候,就跟中国建立了合作关系,见过毛主席和周总理。 努巧玛本人也专门到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接受了数月的军事指挥深造。 学成回国后,他按照解放军的方式建立了独立武装,还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学习和运用了毛主席的游击战术。 努巧玛曾先后17次访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还曾专门发行限量的友好纪念风,纪念它为两国友谊做出的贡献。 独立后的第二天,纳米比亚就跟我国正式建交。 双边贸易额从1992年的12万美元起步,到2005年突破1亿美元。 两年后的2007年,中纳双边贸易额又突破4亿美元。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与纳米比亚双边货物进出口额约为8.3亿美元。 除了做买卖之外,纳米比亚方方面面的建设都有中国人的身影。 纳米比亚农业落后,粮食长期不能自己。 本世纪初,中国政府就协助纳米比亚制定了专门提升农业灌溉和农业基础设施的绿色组合计划, 并为该计划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免息贷款。 双方的农业交流非常频繁,经济落后,医疗条件就差,医院少,中国就帮着修医院。 南部非洲是艾滋病感染率特别高的地区, 中国红十字会在纳米比亚开展了多项艾滋病防治培训项目。 基础教育落后,中国就援助小学。 为了提升纳米比亚的产业布局,中国还援助了青年职业培训中心等项目,培养产业人才。 其他市政建设,如修桥修路、修体育场、电网建设、水网建设之类的,中国自然不在话下。 两国人民互信互利的情况在健康发展,可以说在纳米比亚国内, 老百姓、政府官员最信任的国家就是中国。 因此,从很早以前,其国内就有过将油矿售卖给中国的声音。 然而声音归声音,纳米比亚想要实现将油矿出口中国还是存在诸多困难的。 首先,之前纳米比亚已经拒绝了英美等国的置换条件, 现在若是将油矿卖给中国,那必将受到西方国家的仇视乃至制裁。 这样一来,其国内仅剩不多的外来经济也会随之离去。 其次,此时纳米比亚不好先开口,因为虽然中国一直对他们不错, 却也不能排除中国是带着目的前来帮助的。 一旦先行提出,那价格会被打压不说,还有可能会连带着牺牲更多的产业。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便是关于油矿。 英美等国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了限制出口的规定, 一旦违约,那后果就不是经济制裁那么简单了。 严重的话,诸如伊拉克等国的下场还历历在目。 当然了,这也就是中国始终没有主动提起此事的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中国不是早就研制出两弹一星了吗? 怎么还会在油矿上存在困境呢? 这一点大家就有所不知了。 因为除了发射距离外,核力量有着两个至关重要的制约因素。 一是数量,二是质量。 前者很好理解,核弹的数量越多保护,威慑力量就越大。 至于质量也是如此,例如,世界上第一次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也就是广岛长崎那两颗核弹的威力和之后的沙皇氢弹相比, 威力就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自二战之后,几个拥合的国家也一直在威力上进行着反复的实验, 实验就需要原料。 而油矿资源的多少,就直接决定了实验的进展和成败。 很不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贫油国,油矿资源储量少。 2012年,内蒙古中部的大营地区勘探到储量5万吨的大型油矿, 我国油矿探明储量猛增近一倍,为11.59万吨, 达到全球的2.9%,居全球第九位。 总量似乎不少,但中国的油资源大部分属于非常贵油, 品位低,埋藏深,开采价格昂贵,所以产能一直很低。 据估算,中国可开采的油资源仅有6.8万吨, 不足世界总量的1%。 在考虑到这么多核电机组的消耗,中国依然贫油。 2021年,中国油矿消耗9563吨, 其中70%以上需要进口。 在这种现状下,中国核电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更加依赖油进口。 所以,中国对纳米比亚的投资也是早早不拘。 从这个角度看,4000吨大米换了非洲两座油矿看似细说, 也不是没有道理。 正所谓投桃报李。 中国的大力援助及双方建立的友谊促成了中国企业成功投资纳米比亚油矿。 当然,纳米比亚允许中国投资油矿除了4000吨大米, 更看重的是与中国的长远合作。 2021年,纳米比亚的GDP总量为129.2亿美元, 不到西藏自治区同期GDP的一半, 人均GDP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 纳米比亚的自然条件对粮食作物的种植极其不利。 尽管这里地广人稀,但与少得可怜的粮食产量相比, 温饱和生活仍是大问题。 加之还要经常面对突发的干旱, 全国食物摄入量不足以持续满足膳食能量需求的人口, 大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所以纳米比亚经常闹饥谎。 好在, 纳米比亚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各种矿藏探明储量和产量均居非洲前五, 堪称战略金属储备库最重要的矿产包括钻石、 油、铜、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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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其中, 中国最缺的油矿在纳米比亚的储量约为28万吨, 占世界以探明储量的约5%。 2021年, 纳米比亚油矿资源的产量达到5753吨, 位居全球第二。 纳米比亚的矿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2021年, 矿业出口占本国出口总额的八成以上, 产值约占本国GDP的五分之一。 矿业要开发, 纳米比亚自身实力不足, 与中国合作是最靠谱的。 首先, 中国不仅带来了开发的技术, 还带来了中国模式。 在非洲进行跨国经营, 一直是全球大公司的难题。 湖山油矿的运营方, 注册为四个公司, 有来自9个国家的1700名员工, 纳米比亚当地的员工占绝大多数, 中方员工只有40多人。 要管理好这样一个跨国界跨文化的公司, 照抄照搬国内的模式, 肯定是不行的。 如何整合不同国籍, 不同文化, 不同理念的员工, 并充分发掘他们的创造性潜力, 是摆在中方管理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 中方的管理模式逐渐被大家认同。 比如在工作轮岗, 一岗多则等概念的理解上, 外籍员工从一开始的不接受, 到他们目睹了中国同事的多面手后, 不但不在抵触, 反而纷纷效仿。 这使得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许多外籍员工也开始主动承担 本职工作外的必要工作。 第二, 中国人来开发, 打造出纳米比亚的国家名片。 湖山油矿在建设时, 就为纳米比亚当地提供了上万个临时就业机会, 其中有4500个建设就业岗位。 投展以后, 这里还将提供2000个永久就业岗位。 为了解决当地技术工人较少的情况, 中方在招聘员工时, 特意留下了近半数的新手位置, 为他们安排了技能、安全、企业文化等培训, 专门聘请了国际知名的培训公司建立培训流程, 构建长设且严格的内训体系, 总成本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 在理念上, 中方也本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将湖山油矿打造成纳米比亚矿业经济的国家名片。 矿业开采需要电, 那咱就建太阳能发电站, 项目用水量大, 咱就建海水氮化工厂, 连办公大楼都尽量使用之前施工营地拆除后, 回收的材料面板和木材。 环保观念落到实处, 强过那些只会嘴炮的西方政客。 第三, 以油矿为契机, 更广泛的合作和援助也在持续开展。 2018年9月, 纳米比亚正式成为一带一路国家, 两国也共同宣布建立中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而湖山油矿项目就也就顺势成为 一带一路计划中的重点项目之一。 除此之外, 两国的交往和联系也更加密切。 2020年, 纳米比亚从中国进口2.23亿美元, 向中国出口5.58亿美元, 顺差3.3亿多美元。 2021年新冠疫情肆虐之际, 我国使馆向纳米比亚卫生部 移交了医疗器械和抗疫物资。 2021年11月25日, 中国和纳米比亚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内容涵盖教育、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 中国人真心交朋友, 纳米比亚也投桃报李。 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 对锤矿石的需求量大增。 上个月, 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雅化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准备收购中非实业, 香港有限公司两个全资子公司的股权, 并间接拥有纳米比亚达马拉兰矿区 四个里矿矿权70%的控制权。 中国用4000吨大米跟纳米比亚 换来两座超级油矿, 说到底是中国政府和人民 用人道主义的善良和真情 换来请比邮监的中纳友谊。 以援助促友谊, 以友谊促经济, 中纳两国的情谊, 请比邮监合作广阔无限。 纳米比亚的例子, 非洲看得见, 全世界也都看得见。